- 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大家好,我是傑克,我現在人在賴清德的肇事大會現場 我今天要來問什麼題目呢? 因為今天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想要問問他們,中國大陸是不是民主國家? 還有,到底什麼樣才是民主? OK,Let's go! 你今年的總統大選,你會支持誰? 傑清德 那我請問你,中國大陸是不是民主國家? 還在學習的路上 還在學習的路上 對,可以再更好很多 我覺得台灣比較算是民主的國家 OK,所以台灣比較是民主 中國大陸這邊還不知道對不對? 對,就還需要學習 OK,好 那你覺得為什麼我們台灣算民主? 我覺得可以言論自由,可以投票 然後可以看到國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但我們都包容它,接納它 那我覺得這個多元的聲音就是民主的一個體現 那你為什麼對中國大陸這邊無法確定它是不是民主? 因為我覺得光沒有辦法好好的讓人民去投票的這件事 我覺得就有點可惜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他們有一點文字慾 就這個東西也要管,那個東西也要管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有很多的言論的自由 有各種的自由 我覺得我們是,就像蕭美琴在那個廣告裡面講的 他說台灣真的走在很前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身為台灣人應該要好好珍惜 OK,所以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們可以投票,但他們不行 然後我們有言論自由,但他們沒有 這就是民主 對,然後我們可以好好為自己發聲 然後可以對不同的你可能喜歡不喜歡的政治人物 你都可以好好的發表你自己的想法 然後不會被介入,不會被消失 不會被各方面的影響 然後對,甚至你在網路上,在實際上 在很多地方你想大概想怎麼樣講的 除了人身攻擊之外,其實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那個請問一下,那你個人 因為如果是政治學的話 其實民主跟自由是兩個概念 那你剛剛講的可能是比較屬於自由的範疇 但你覺得其實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還是有點不一樣 但我覺得能夠自己投票 然後去選國會議員 然後選立委 然後選就是縣市首長,選總統 我覺得這方面的 我覺得其實是贏過很多國家 主要是投票 對,我覺得可以投票 然後其他的自由 如果我們兩個都能夠擁有 我覺得這個其實贏過很多人 好,非常謝謝你 謝謝 你覺得中國大陸是不是民主國家 不是吧 不是 那你覺得我們台灣是民主嗎 是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不是,我們是 差別在哪裡 中國沒有民選的領導人 沒有什麼 沒有民選的領導人 沒有投票 沒有民選的領導人 沒有民選領導人 對,他們 目前我想應該全世界的人都會這麼認為吧 他們的制度 他不一定是需要普選 可是至少要一個公平的民選制度 那 那我們為什麼算是民主 因為我們有普選的總統 有普選的總統 而且我們曾經政黨輪替過 所以我們不是一黨專政 也不是一黨獨到 對 所以對你來講 就是民主的標準 就是我們可以選舉 或者領導人是民選的 還有政黨可不可以輪替 這兩個標準 我覺得這算是蠻基本的吧 這是基本 但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 應該還有其他的條件 但是我覺得我剛剛說的這些 應該是比較基本的 OK 但是日本他們好像也比較沒有政黨的 新加坡也沒有 那你覺得他們算嗎 日本跟新加坡當然他們是一黨獨大 可是他們並不是一黨專政 他們還有其他的政黨 然後其他的政黨也可以拿到一些國會席次 對所以他們有這個 還是有監督制衡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有差別的 所以最大的差別在這裡了 對這有差別 OK好 非常謝謝你 謝謝 你們今年的總統大選 你們會支持誰 還記得 一樣 OK好 那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中國大陸是民主國家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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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我們台灣算是民主嗎 是啊 非常好 OK 那是什麼樣的差異 你們覺得中國大陸不算民主 但是我們算是民主 是什麼差異 就是台灣可以投自己想要 決定自己的總統 可以決定自己的民主 對我覺得是差異最大 那你覺得呢 就是我們台灣有自己的自由言論 就不會被限制 所以主要就是一個我們可以自己投票 我們有言論自由 那他們沒有 對 對 這個最大的差異 是 OKOK好 非常謝謝你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總統大選你會支持賴清德嗎 好 那請問一下你覺得中國大陸是民主國家嗎 不是 那你覺得我們算是民主嗎 台灣算是民主嗎 算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不是民主國家 而我們算是民主 差異在哪裡 你覺得 像是最近的那個在路上的影片 還有像去年的前年的上海之聲 四月之聲 四月之聲 會被刪除掉 還有那個彭帥啊張高麗的事情 會被刪除掉 可是在台灣你可以看到好和壞 不管是執政在野都可以看到好和壞 的各方面的消息 可是他們一些比較敏感的就會 只會留下某些部分 對 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就是說 最主要的差異 名不名最主要的差異 就是對於言論的管控 對啊 就好像我看一間 像我去吃一間餐廳嘛 我可以知道 別人對他好壞的評價 那我自己 我也可以說出我好壞的評價 先不管是不是對的 對不對 就是我們可以這樣公平做出來 然後大家自己去判斷 對或錯這樣子 可是他們那邊的話 中國那邊的話 就好像 只准我說出好 然後我如果說出壞 不但不准我說 我可能會被抓起來 然後不准我去批評說 食物不好吃啊 食物有毒啊 類似這種感覺吧 對不對 請問一下你對中國大陸的這個 現在的這些認識跟理解 你是從透過網路嗎 還是你個人有去過中國大陸 我去過啊 然後也有透過網路都有啊 所以主要是這樣子 你們都有 我去過北京還有天津 嗯 對對對 ok 非常謝謝你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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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今年的總統大選 你會支持誰 選對的人走對的路啊 喔 賴清神 那請問一下 你覺得 中國大陸是民主國家嗎 目前還不是 目前還不是 那 我們台灣算是民主嗎 呃 民主很多 那是什麼樣的差異 讓你覺得 中國大陸他們不是民主 我們可以自由的說話 想說的話 可能罵總統也可以 但是另外一個地方不行 大陸他們不能罵 對 不能亂講話 所以對你來講就是 民不民主的這個標準 就是說 對言論自由的管控的鬆緊 可以這麼說吧 可以這麼說吧 嗯 民主跟自由 它其實在政治學上 是兩個概念 那那個 呃 您講的比較是自由的部分 那關於政治上面 那你覺得 如果他們就定義這個 他們是屬於 中國式的民主 那你個人 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呃 尊重他們的選擇啦 這個是他們的那個 環境是這樣子 那個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我們要 爭取我們 我們白尾線有的這種 比較自由的 各種情況的自由 我們都應該要珍惜一下 嗯 好 非常謝謝你 謝謝 你個人覺得 中國大陸算是民主國家嗎 中國大陸 嗯 它是叫獨裁 對不對 他們是獨裁 對 那我們 我們台灣算是民主嗎 對 應該是 我們是很民主 那你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中國大陸這邊 不是民主 那我們算是民主 那那個差異在哪裡 你覺得 中國原則上 它就是 專政 一個人 控制整個國家 也不透過選舉 人民沒辦法表達他的意願 台灣是透過民主的選舉 在成立 政權 所以這相對就是 差 天差地 差別是在有沒有選舉 民不民主 差異在有沒有選舉 所以如果大陸他們那邊也有選舉 那就可以算民主 應該原則上是這樣 在西方或是民主世界 政權的更替 都是用選舉來 用選舉來決定 對 不是說靠一兩個人的思想 或是他的掌握軍事 來控制所有國家 好 OK 非常謝謝你 謝謝 中國大陸算是民主國家嗎 當然不是啊 無用之以 當然不是啊 那你覺得我們台灣算是民主嗎 台灣是民主國家 但是還是要更成熟一點 還不夠就對了 還不夠 那首先 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中國大陸 不算是民主國家 那我們算是民主 那這個差異是在哪裡 對 主要的差異 我們一般的民眾應該沒辦法在 呃 中國大陸隨便罵習近平吧 嗯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隨便 呃批評任何政治人物 都是OK的 嗯 對 所以這無用之以 所以主要就是針對言論上面的管控 以民眾的具體的生活來講 言論自由當然是 呃最明顯的一部分 嗯 所以差異在於言論自由 那請問一下你說我們台灣還不夠 那不夠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民主還不夠民主 還差在哪裡 因為還有中國國民黨在 哦 怎麼說 呃因為他是一個威權的一個政黨 所以他應該不適合在台灣 也不應該才台灣 嗯 對 所以沒有國民黨就可以了 那民眾黨OK嗎 呃 當然是不OK啊 那不不是一樣的嗎 那就沒有 那如果沒有國民黨 應該是要以台灣為本體 為主體為核心的政黨 才適合在台灣 那大概有哪些政黨 現在民進黨 欸 目前的話 台面上都有民主進步黨 那還有台灣基進 還有社會民主黨 其實都是以台灣本體 為主體性的一些政黨 嗯 這些才是以台灣主體性為 目標發展的政黨 嗯 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是 開口閉口 中國啦等等的 對這個是不適合在台灣身處的政黨 所以 是 國民黨民眾黨什麼時候 對 時代力量你剛剛忘了講 時代力量 嗯 欸這個有點爭議啦 對這個 就不想評論他的 對對對 所以台灣已經很民主了 但還差一點點 差在國民黨民眾黨還在 對還有一些心中政黨存在 這是不應該存在在台灣的政黨 對對對 OK 好謝謝 謝謝 以上呢就是我在這個 賴清德肇事大會的現場 做的這個街訪 關於民進黨的支持者 對於民主是什麼概念 呃 果然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民眾 對於民主跟自由 這兩個概念 其實還是混在一起講的啦 這個大部分的民眾都是如此 OK 好 我是柳傑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